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众 观众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谈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 叫做群体性自我认知的崩溃 及从述主流媒体价值迫在眉睫 最近中国的东南沿海及发达地区 许多城市出现了限电停电的情况 那么像这种不利于社会大团结 欣欣向荣局面的信息 在中国国内这个媒体信党的环境下 那当然是不可能去传播了 那么客观上去就导致一个情况 就是在各种社交媒体 微信群 大家对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发生 这个最基本的客观事实都存在了争论 比如说呢 有一个 也是在杭州的有一个人 他可能是这个对我国这个社会主义制度非常拥护的这个小粉红 他们在群里高喊 他说我就住在浙江 对吧 我们这边好好的 浙江就是没有听电 那说白了 他就是要你们千万不要相信谣言的意思 可是随后下面又有一个人反驳 他说我在义乌 我们义乌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这就是当场被打脸的情况 那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在我看来 这个就是一个谁能代表大多数的问题 谁能代表全体的问题 这样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我想用一个名词来概括一个概念 我把它叫做群体自我认知 也就是说一个群体作为一个对象 他怎么认识自己呢 每一个个体对这个群体怎么看 这就是群体自我认知 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一直存在 但是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举个例子 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皇帝的新装的预言故事 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一个群体性自我认知的问题 这就大家都看到 皇帝没有穿衣服 但是呢 大家不确定 大家是否都知道这件事 其实人人确实都看到了 那么离所有人达成共识 还是有一个跨度在 这个跨度最后要怎么来突破呢 那就是要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 在一个小孩喊出了那句话 皇帝没有穿衣服 因为他喊出这句话的时候 是在一个群体的集会上 这个皇帝他没穿衣服 当场是出现在所有人面前的 这个时候 当一个小孩喊出这句话的时候 就没有人敢于回避这个事实了 那么也就是说皇帝没有穿衣服 这个事实在那一瞬间就变成了 一个群体的自我认知 其实之前 有位博主也做过一期类似的节目 他是讲到关于公有知识和公共知识 其实也是同一个道理 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知识 是公有的知识 但是如果大家都知道 是这件事被大家都知道 那么这个知识就变成了公共知识 这两个层面的知识 会有非常大的差别 比如说我们 回到我们这个 湖南浙江停电的事情上 在中国 现在仅仅是义务河长沙的人民自己知道了 那么以后这样的事情 必然还是会随意的发生哦 其他地方的人 就算通过小道消息知道 他也不确定是否全国人民都知道这件事 我们做一个群体 我们不认为发生了这种事情 虽然你每一个停电的地方的人都觉得自己发生 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确定 全国人民是不是信他们呢 对吧 别的区域的人 他们也不知道传播的 这个传言到底是真还是假 这个就是很复杂 现在社会 其实形成群体 自我认知的直接的方法 就是依靠媒体 因为媒体它有个特点 大家默认都看得到消息 也就是说呢 主流媒体其实的意义 不仅仅是在于你知我知啊 最大的意义是在于 你确定所有人也知道这件事情 至少大部分人 主流的人都是知道的 那么这就等于说 给了那些媒体一个特权 也就是说 它形成了一种 达成了一种事实上的 一种非常大的权力 一种能够代表大多数人意志的权力 大家对主流媒体这种态度 已经客观上形成了一种 信息专制的局面 主流媒体它默认就代表了大多数 在中国呢 因为中国主流媒体 这个信用长期缺失 这件事情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了 所以在中国构建这个群体性 自我认知是比较困难 人们它必须通过 微博 微信 社交媒体等等 这些还有一些群组等等 要把大量碎片化的信息进行拼凑 之后才能逐渐形成 对这个事件的一个认知 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 非常艰难 因为这些碎片化信息 每一个人都是盲人摸像 他只说他只知道 自己小范围内看到的事情 他不代表整体 而且也没有任何一个人 他能真正看完所有的社交媒体 上所有别人发的信息 再做一个客观的统计 何况这个社交媒体 他只会推送这个人喜欢的内容 而避开那些他讨厌的 可能那些他不喜欢内容的人 其实大多数呢 对吧 后卫可知啊 所以中国大多数的情况 还是一种群体无意识的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是非常危险的 那么再来看美国 美国我们之前默认 像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这些主流媒体 它本来应该是有极强的职业操守的 这样一种媒体 那么从现在的大选的报道来看 这些媒体已经完全沦为了利益集团的喉舍 长此以后 美国其实也不得不要走入一种群体无意识的这样一种状态 其实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当中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 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中 每个人都会非常紧张焦虑 他们要长期面对各种碎片化 自相矛盾的一些信息 一旦碰到可能威胁到每一个个人利益 还有人身安全的公共事件 甚至突发事件的时候 整个社会会倾向于建立一种过激的 这样一种焦虑的这样一种反应状态 其实呢 这样一种状态 每一个人都是不想经历的 因此当今这样一种信息大爆炸的时代 要如何重塑主流媒体价值 这是一个每一个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人 都应该不得不仔细思考的一个 一个很慎重面对的一个问题 重塑主流媒体价值 它不是拿着大棒呵斥你 你一定要相信谁是谁 这个恰恰是在加强一种舆论的专制 它必将将整个社会走入一种更深的深渊 由于一位浊时的专制 这就是一个挤突的地方 这个专制的专制 这就是比特尘移民的专制 那就会有所装出的 用 degree做结设的专制 那就会有所谓的 我会用到这样的美改善